你在拼工作还是你在拼命呢 我们来看看最近传出的几起 这个疑似过劳死 或者是已经被认定是过劳死的案例 第一个呢就是 最近呢我在新闻台上播报的 就是有一个 这个有一些不是说到死亡了 可是实际上也造成了很大的身体的灾害 所以我们要提出来一起讨论 像这个是齐美医院传出来的 一个38岁的医师 根据了解呢 他每个月的工时超过160个小时 而他在手术台昏倒之后 他醒来的时候呢 这个罹患了非常严重的失忆症 那么他也出现在媒体接受访问 其实很多人看了以后 也会给自己很大的警讯 就他原本是一个很优秀 你看我们要造就一个医师 他自己本身他的求学之路 然后专业的训练要多少 家庭给他多少的期待 就现在他等于就是没有办法 再回到医师的这个行列里面了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忆 那么同时呢 还有一名是艺术大学 才40岁的一个女教授 他也疑是因为工作过劳 对自己要求很高 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 那么他也投入了很多 在他的教学 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 那么他是在台北的工作室里面 促施的 这个消息 我觉得我每次在报这种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叹 那也觉得非常的不忍 但是我们怎么样有办法能够跳脱这些 就是说造成我们过劳的一些因素呢 我想等一下可以请四位来宾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提醒一下 还有台东40岁的女社工 也是一样感冒并发心肌炎不治 然后呢29岁的保全 脑中风死亡 还有呢这个知名的上市公司的30岁的工程师 每天加班 每个月 每个月加班46小时以上 至少7天工作是每天12小时以上 等等的 统林客运的驾驶 台大41岁的医师 这也是促世家中 台大55岁的医师 还好他是救回一命 还有呢这个南亚 这个是被老委会认定 是过劳死的这个案例 这是南亚科技29岁的工程师 每个月加班 超过95个小时 好 这个委员您来听听看 有没有很多的 你的这个选民 或者是可能会来陈情 就是说 可能这个工作环境 已经恶劣到 他们觉得说 他每天都是在拼命 而不只是在拼工作而已 我想这个来陈情啊 希望我们代表他跟资方雇主啊 去谈这个过劳死的 大概一个月里面 不是那么多 大概有两件 我在想很多劳工啊 基本上他有过劳 被这个超市工作的要求的时候 他还是尽量 隐忍 不愿意跟资方雇主 尽量去配合嘛 因为不想丢了工作啊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各行各业的问题 那因为我在老委会 这个委员会啊 我这个对这个问题啊 稍微做了一个看法 一个研究 在西方里面啊 并没有郭老师这个观念 西方人他的观念是说 当然要努力工作 工作时候要自我实现 自我这个追求 但是啊 也要注意到娱乐 他们不是有一句话 英文翻成中文叫说 中日工作没有休闲啊 让他母了无趣味 除了工作以外 还要休闲 对 人生的这个内涵 不只是工作而已 对 但是郭老师这个名词 是日本人创的 对 1987年代的时候 对 1987嘛 东方的文化才有郭老师 你看我们这个三国演义 里面就说 孔明啊 这个诸葛孔明啊 鞠躬俊瘁啊 死而后遇 对 这我们传统上的文化认为说 死在工作上 为自己 为一个团体 为国家 所以东方人比较刻苦 对工作比较投入嘛 对 所以我们在 那可怜了 对 所以韩国 日本 台湾 中国大陆 对 东方文化里面才有郭老师 那当然 如何改善 对 我想老委会啊 要标本监制 自律跟他律 然后最近这一阵子 对郭老师啊 他的法律啊 他现在要修正啊 要加刑法 对 如果说这个雇主 对劳工已经被诊断 是有郭老师的倾向的话 对 超市工作的这些因素 然后他去跟雇主 说我想要调个工作 或是减轻公使的话 这个雇主如果没有再 进一步调试他 让他协助他调试的话 将来正在郭老师的话 对 有医生的证明的话 对 他要有负刑法的这个责任 对 没有错 尤其谈到这个公使的问题 除了就是说 像这个中央民议代表 就是在立法院会进行 研议来修法之外 其实地方政府 好像有一定的权限 根据我们了解 台北市也开始在进行 我们台北市政府这边 我们劳工局已经要求了 甚至于比这个劳工局 劳委员他们现在所研议 还要再少两个小时 所以说因为他发现 这个郭老师的这种状况 越来越严重 但是因为这个 劳基法是属于中央立法 还是要请我们黄委员这边 努力的推动 另外一个 我要特别强调说 我在接到这个选民的 这个澄清案里面 保全人员是最多的 保全还是最严重的 而且他比如说 他比如说他一个位置 就是说我这个 假如说我这个大厦管理员 他配置只两个人 也就是说 一人要分12个小时 你休假的话怎么办 那你有另外一个人 要直接把他撑下去 可能问题是 你另外一个人也要休假 那保全公司就讲说 那你找人来代班好了 那万一找不到人代班呢 你还是得撑下去 你还是得撑下去 所以保全人员是最多的 所以保全人员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因为大部分的东西 都是外包出去的 很多的那些公司航号 什么都外包出去 所以公司航号的那些保全人员 公司他管不到 他完全都是保全公司 他们自己在管 所以保全公司 他只要一般的公司航号 只要看到说 我保全人员有站到那边就好了 我完全全都忽略到保全人员 所以那个一模一员 姐姐我再补充一点 大家常常会发现的 就是那个客运那个部分 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曾经做过一台客运公司 我不要讲哪一家 我后来发现他已经一天没有睡觉 原因是那台车也是两个人雇 两个人坐 然后那车子是一定要继续跑 所以我坐在他 我是坐在那个 因为我最后一个 然后买到配合 是坐在司机旁边的 后来我发现说 他是已经十多个小时都没有合眼 然后一直在跑 我害怕到说我也不敢睡觉 我一路上陪他聊天 对对对 提示他的事情 一路上我拿饮料什么给他喝 我觉得我比 你比他还辛苦 我比社长小姐还辛苦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来讲 大家其实好像都搞不清楚 或者说大家不晓得说 其实在这方面 因为这个人只要一旦过劳死了以后 他所影响的不是他个人跟家庭 没有错 可是他环境周围的相关的人 都会被受到眼泪 尤其是像刚才陈彦博议员所提出来 如果是一个客运的驾驶 他产生过劳死的话 他危险的就是整车的人命 所以是非常严重的 那好了 如果延续这个话题的话 我们知道最近一阵子以来 也因为一位保全员的猝死 那造成了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 那事实上现在保全员 其实每一个人 大概一天就上12个小时的班了 现在好像有修正 就是说一天不能超过10小时 是这样吗 对 这方面还是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保全员员几乎坦白讲 找到了不太容易 就是两个人轮一天嘛 都不太容易 然后年轻人呢 也不太 也不太那个 因为你年轻好条件好的 都去当保镖 对 这个钱比较多 那保全员员大部分都是 上了中年纪的那些男人 然后所以他们虽然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还是 你还是可以修啊 可是问题就是 讲到我们回来的那个 所谓的责任制 你可以修 但是你要找人来代班啊 问题是谁 你找谁来代班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一般来讲 尤其是社区的这个 所谓保全员或者是警卫 他们大概就是两个人轮一天 所以一个人就要分掉 12个小时了 所以常常会出现 可能就是说 这个精神不济的一个情况 那刚才因为我们提到了 这个奇美医院的 这个医事这个案例 我请教一下这个范医师 为什么医师就没有 没有在这个劳基法的保障范围之内 所以也是所谓的责任制 你可以这么讲 因为说一下 如果说我们当医师 也可以罢工 可以计较十点 走了 留下来 谁接 所以是考虑到病患的权益 是 所以是为了大众的权益 我们不得不牺牲这个 但是我想 应该要有配套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有一些 这样的想法 其实我是觉得 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倒是要刚刚那个 院博议员也特别提到了 那有关于那个开车的一个事情 我最近有一个 我自己本身在审一个过劳的案件 他已经脑中风了 他是一个年纪六十多岁的 算是老人家 已经退保了 然后在某一个特定的情况下 去接受某一家客运公司的邀约 去当他的驾驶员 你想想看 我发现真的是很可怕 早上六点出门 六点半 车子 发动 开始准备 然后一直到晚上九点半开回去 十点 车子叫回去 这过程当中都在stand by 结果他突然脑中风了 他的麻烦是什么 他没有劳保 他已经退保了 对 再来的 没有人可以护卫他的权益 所以在这个时候上 我们想想 他这种状况 以我们现在的就业环境里 非常非常的多 好 所以我觉得透过今天 大家的这样的讨论 其实可以提醒所有的 各个不同的 这种工作 别的这个劳工朋友们 怎么样为自己的权益来 这个把关 因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就觉得 反正老板要求我 我就这样子 点点就开始做了 因为事实上 台湾的劳工朋友 事实上也的服从性 也非常的高的 但是呢 所谓留得青山寨 所以在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要告诉怪观者朋友 过劳会有哪些症状 你出现这些症状了吗 马上回来挑战面对面